海南盐水风炮重头戏 元宵夜热闹登场 疫情虚缓今年盛大举办 民众全副武装 超胜200万发风炮 真的是玩疯了 整捆鞭炮 一圈又一圈挂在身上 民众围观狂拍照 大喊真的好刺激 鞭炮点燃 全身上下开始狂炸 远看好像真的全身着火了 相当疯狂 民众近距离离风炮 却有人毫无装备就上场 13岁国中生遭到风炮攻击 左眼包了一包坐上救护车 送一治疗 恐怖的还有他 直接站在炮城摇滚区 炸到裤子都烧光了 男子没工作心情差 竟然直接冲进炮镇内 炸到裤子都消失了 民众看傻眼赶紧帮他浇水 左膝跟右膝共36度的 二度烧烫伤 风炮受伤事件频传 今年一共250座炮城 受伤70人 送一15人 去年规模比较少 受伤人数14人 另外也有民众疑似为了卡位 靠近炮城 结果竟然爆发冲突 炮城前群众不断推挤 户殴 谁也不想让谁 火气都很大 场面相当混乱 一年一度盐水风炮盛事 受伤打架事件 却也跟着传出 该怎么避免类似意外 一再重演 恐怕得再好好想想 记得赖冠章 陈山山台南采访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 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 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